今天台股大盤 也隨著美國中央大選的塵埃落定 那形成一個不確定因素排除之後 那今天台股也持續性改寫 台股的歷史新高 今天這個指數最高已經來到13149點 實際上改寫 這個指數最高已經來到13149點 台股的歷史新高 當然就是說 在這一個階段點 包括在前前波 先賣再買 你會賺更多 畢竟等於說 在前一個波段落底回測到12480點的後續 那我想在這一個波段到今天 台股部分已經形成一個連續六天的連六紅 那針對這個波段連六紅 為了說我們在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禮拜四禮拜五 我們針對一檔個股就是說 我想我們在這個階段點 要特別請各位去留意 區隔 個股的一個高低位階 甚至包括 你要去鎖定這個買賣點 那畢竟等於說 我們幫各位鎖定的這檔個股 在11月4號 漲這個樣子 回測買點訊號才剛做產生 那我想以這檔個股 從他當時高點這樣一修正 修正拉回 已經高達這個 快接近五成 40幾%的一個拉回 那最近這個波段也形成 底部 打底已經打了一個月 那畢竟 針對 回測買點訊號剛好做一個產生 那等於說 或者說我們也在從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 延續到今天 尤其我們在今天盤中 早盤的時候 都還特別強調各位 還沒有上車的投資朋友 趕快上車 趕快上車 那畢竟針對這檔標的 是我們在上個禮拜 禮拜四禮拜五 跟連續週休期間 我們直接分享各位的一檔個股 你知道當時你有打電話進來 或者是說你有在我們這個Telegram 完成這個登記的所有投資朋友們 我們都是直接這檔個股 直接送給各位 希望各位 買在這個叫波段的一個起張點 那我們來賺一趟這個波段的一個獲利 那這檔標題 我想我們在今天就直接做一個公開 就是說 針對這檔五四七四的這個沖泰 那以沖泰這檔個股 那畢竟受到這一波這個 新冠肺炎的這個干擾因素 等於說它是一檔最直接受惠的一檔個股 那相對它是一檔很標準的一個 這個遠距相關 遠距教學 遠距辦公 遠距醫療相關的一檔概念個股 那這個波段從它創高到376塊錢的後續 一路修正創低 來到這個208塊半 等於說這一趟它拉回 賣高位階 高位階配合這個賣出訊號 我們帶各位高檔先賣 拉回回側買點去要產生 我們再帶各位來做買進 這樣這一趟拉回 拉回44.5% 拉回167塊半 回側買點去要產生 我們在整理到了尾端的時間點 我們在上個禮拜禮拜五 甚至包括在今天開盤之後不久 我們帶所有的投資朋友們 來做到直接的一個買進 當然的話你這幾天 你有打電話進來的 當然的話我們這檔標題也都無條件 就直接分享給各位 當然的話你敢買的投資朋友們 今天5474的沖泰間是小的 形成一個直接放量的一個起工 今天起工 盤中一度漲了快一點9% 起步到9%已經逼近到漲停 到今天這個收盤 收漲一個7.4% 今天沖泰大漲16塊半 一天一天就漲了16塊半 那畢竟包括它的買點訊號 225塊錢225 相對我想以在上個禮拜禮拜五 它最低來到222 甚至包含在今天 它最低點來到224.5 你用這個價格全面性 你都可以輕輕鬆鬆 來完成這個叫輕鬆的一個卡位上車 今天沖泰最高來到243塊錢 漲了快超9% 相對形成一個股價 正式起漲 波段起漲的一個展開 所以我想這檔個股 各位 你在近期你有跟著我們的腳步 我們會員包括在從上個禮拜禮拜五 延續到今天 我們是連續性買進的一檔個股 全面性敢買 各位你就敢賺 敢買你就敢談 五四七四 遠距的一檔概念個股 尤其說以這樣標的 今年上半年的獲利EPS 元年超過去年成長超過五成以上 獲利成長超過五成以上 營收在最近這幾個月 8月份7月份9月份 營收成長都是兩倍 各位聽清楚不是2% 不是二十幾% 是兩倍200多%的營收成長 受到這個疫情的干擾 相對我想到今年度 整個營收的一個成長 至至少是一倍起跳 相當成長一倍 甚至包括它的一個獲利 今年至少是一個股本起跳的一檔 基本面基油的一檔標的 底部成型 高位階你要會賣 拉回到低位階買訊產生 你要會買 賣高位階買低位階 尤其這個是 為了說我們在近期 針對整個一個操作面 排除到今天這一根創高 等於說今天該起歷史新高 之前一路震盪高檔 震盪三個月的一個時間 相對就是說 你沒有高檔先賣 拉回你哪來資金 用更便宜的價格 買債 買更多的一個張數 那擴大各位 你這個獲利的一個績效 五四七四沖泰 今天這兩天我們待見的投資本 全面性都是現買 現大賺 五四七四的沖泰 另外包括我們在今天 有特別一樣幫各位去鎖定 這麼一檔個股 那我想以今天整個一個 相對我們在上個禮拜四禮拜 我跟各位分享的一個 細自財的一些個股 不管說今天這個 三四四站的創意漲停 6531的這個艾普 今天也是亮燈鎖住漲停 甚至說包括3661 我想我們來回給各位分享 來來回回已經好幾趟操作了這個 3661的這個四星KY 在上個禮拜四禮拜有連續兩天漲停 今天持續性的一個大漲 我想這些高評 各位你都是一路沒有跟上腳步的投資本們 那我們在今天一樣幫各位去鎖定 這麼一檔個股 5G電商相關的一檔概念個股 今年第三季的一個獲利 會比第二季行中至少一倍以上 第三季獲利比第二季獲利 成為一倍以上的一檔標的 一樣高基期你回測 低基期今天買點需要剛好做一個產生 買就買這種低基期的這種 起漲形態這種個股 波段買點需要有一個產生 我想這檔標的股價到現在還不到30塊錢 後續有一倍漲幅空間的一檔標的 一樣請各位沖泰艾浦四星KY 你都錯過的話 這檔標的請各位無論如何 密切來跟上腳步 至少一倍漲幅空間的一檔個股 股價低價位 二十幾塊還不到30塊的一檔標的 請各位無論如何 密切來跟上腳步 當然這檔標的你都可以來登記報名 你都可以直接來電 或者到我們Telegram 來做個直接登記 那我們就直接針對這檔標的 一樣持續性帶各位來大賺這個波段的一個 一個超額的一個大的一個利潤 真的這樣 我們在這個禮拜幫各位鎖定了這麼一檔個股 一樣這個禮拜我們嚴選了一檔 北上波段的一個機場標股 這檔個股 好那我們再講回今天這個台股大盤 今天這個台股今天是形成一個 帶量來突破三個月的一個平台 那今天指數來到13149 持續性改寫下台股的歷史新高 那畢竟我想在之前這高檔震盪 達到三個月三個多月的時間 這個當下我想我們特別在當時 尤其遠的不講 我想最具有關鍵性影響的兩個轉折點 包括當時在10月12號12997 差三點就要進入到 這個13000的一個關卡 這個壓力區那個當下 我們一樣帶各位先賣 拉回再買 你會賺更多 這一趟一拉回拉回500多點 後續我想到上個禮拜 來到禮拜一來到12480 我們就要回測到它的一個 12500點高檔震盪區的支撐區 那畢竟我想我們在當時也都直接分享 各位 為什麼我們在當時 10月12號可以帶各位去賣的那麼漂亮 拉回 油賣轉買 我們形成一個叫補空翻多 11月2號回測完成補空翻多 到今天已經連續六天連六紅 全面性工具都可以很輕鬆來協助各位 掌握住每一個波段的這個關鍵的一個轉折 那包括就是說 在當時 10月15號為什麼要賣 我們這訊號清清楚楚 10月15號這個賣點在12919 一拉回500多點 拉回500多點 後續 11月2號產生這個波段的回測 買點訊號 這個訊號都是清清楚楚 你該怎麼樣 什麼點位該做買 什麼點位該做賣 不管大盤 不管個股 全面性工具 第一時間都可以很明確 來告知各位這個轉折 甚至你要去判斷 個股的高低位階 高低位階 我們帶各位賣高位階 買低位階 底部個股 各位是風險有限而利潤無限 你要去區分好 個股的高低位階 跟這個多空的一個買賣點 這個工具訊號 工具都可以很明確 第一時間來協助各位 什麼個股該做買 什麼個股該做賣 決絕對對 我們不希望各位你只會買而不會賣 因為畢竟 全面性不同個股 你都可以透過我們這套工序 來讓各位買得漂亮 賣得更漂亮 這是針對工序的部分 什麼高標買 該買該賣 我想這個全面性工序 一鍵立刻 你輸入了它的代碼 這個個股的代號之後 馬上一鍵就可以輕鬆來做搞定 那近期我想 我們就說在這個當時 在高檔震盪這個當下 我想這個就大盤從10月12號 往下轉折 甚至包裝在11月2號 往上轉折 我們帶各位去補空翻多 我想這個全面性 就希望各位 根據訊號來執行 來來回回的一個操作 針對這檔 細細細細採的 像3661四行ky來看 我想這檔個股 我們從當時9月份 延續到今天 目前為止 這個操作已經是總共三趟 那這三趟的一個操作 技巧一樣都很簡單 高檔先賣 拉回再買 我想你避開這樣快速拉回 這一趟一拉回 賺這一趟 賣掉之後碰到氣線 拉回再買你賺這一趟 後續再拉回 我們再賺這一趟 第三趟的一個操作 來來回回 我想這樣子 你的獲利的一個績效 可以達到極大化的一個效果 包括我想這些相關買賣前的訊號 我們都第一時間就在我們這個Telegram 也都直接給各位做到分享 那各位你都可以review回去 好好去驗證 當時我們分享各位 當時在9月7號 賣遜507塊錢 這一趟拉回106塊半 你去避開這106塊的一個拉回 你看這差多少 一張沒有賣差了10萬多塊 那我們帶各位買 回車買點需要產生 我們賺這一趟 一拉高142塊錢的獲利價差 要怎麼賣 我想我們都第一時間 當時我們是每一天給各位做追蹤 細線壓力555塊 當天來到554 我們帶各位去執行第一趟的獲利 142塊錢的價差 第二趟一樣會買或會賣 第二趟拉回83塊半 那回車買點需要產生 我們帶各位操作第二趟 這座這樣 72塊半的獲利價差 一樣會買要會賣 這段占72塊半 賣遜 尤其是當時我們在盤中第一時間 一樣跟各位強調 季線壓力又碰到了 你要先賣 你要先賣 高檔先賣 配合當時賣訊做一個產生 你要賣 這一趟賺72塊半 一拉回拉回81塊錢 如果各位 你只會買不會賣 會把你的獲利全部吐光光 全部吐光光 買得漂亮 賣得更漂亮 我們這個工具訊號都很明確 來告訴各位 那針對這一趟一樣 最近這一趟 買點訊號 在上個禮拜 11月4號 買點又出來了 買點訊號產生 那上個禮拜 禮拜三買點產生 禮拜四 漲停鎖住 禮拜五 續續鎖漲停 今天的四星QA持續性 又創高來到632塊錢 我想這一趟差價 今天收盤 收在595.5 那我想以這一趟 第三趟的一個操作 累積的一個獲利下差 已經來到119塊錢 今天盤中是創高來到623 收在595.5 今天還價15塊 這個獲利價差也高達119塊錢 買一張你的獲利 快捷進12萬的獲利 已經準備放到各位 你的口袋裡面去 第三趟來來回回的操作 我想這樣子 你透過這個工具訊號 一買一賣 先賣一拉回 再買 先賣 拉回 再買 先賣這一趟又拉回 第三趟的操作 又是119塊 三趟累積已經300多塊錢 你用一張的一個資金 來來回回 操作三趟的獲利價差已經高達 300多塊錢 350塊以上的獲利價差 四星QA的部分 包括這檔艾普 我想艾普更是一樣 艾普這檔個股 我們從6月份以來 到目前操作第五趟 第五趟 全面性 就是根據訊號 包括當時 第一趟兩趟三趟 三趟賣完 我們當時 高檔賣在504塊的後續 ABC拉回 ABC拉回 我們就 那時候 我們就沒有在碰這檔個股 後續 回測蠻點需要產生 我們做第四趟 第四趟 價差81塊錢 這四趟賺起來 四趟累積400塊錢 一張來來回回 探400塊 一張 你用一張的資金 操作四趟 已經獲利一張就是40萬的獲利 你看這樣子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你能不能大賺 那這一個波段 我想他又產生這波段的 一個回測蠻點訊號 這一趟 買點在 這個301 三趟控印 當然的話 我們以愛普 或者說 我們在這個 當時在10月29號 我們是提早一天做買進 買訊快要產生 我們就做買進 買在299塊錢 兩趟高抄高抄 還不到300塊 那重點 愛普今天怎麼樣? 今天是亮燈鎖住漲停 今天愛普已經來到358塊半 我們要講我們的貨源訊息 這是第五趟的一個操作 貨源訊息也都直接分享各位 當時我們在10月29號 帶進的買店 在這邊 我們賺這一趟 到目前價差又是59塊半 一張又賺了快接近6萬塊錢的獲利價差 根據訊號 來來回回的一個操作 那各位 這個工序訊號 對各位 能不能做到一趟 叫做 透過這樣子很簡單的一個操作 來創造輕輕鬆鬆獲利 這樣起來 快要第五趟的操作 又快60塊錢的獲利價差 來來回回5抓 459塊半的獲利價差 我想這樣 一趟一趟就是這樣操作 聯巴科趕快 先買 拉高之後你要會賣 工具訊號清零輸出 這一趟賺115塊錢 賣訊產生你要會賣 會賣 拉回72塊錢 買點又做產生 買店在663塊錢 今天又已經創高來到714塊錢 又是50幾塊錢的獲利 來來回回 同樣一檔個股 你就針對這些股性活潑的一些標的 來來回回的操作 全面性根據訊號 一趟一趟 把這個獲利放到各位 你的口袋去就OK 那新能高 我講這些標的都是全面性的示範 先賣 你要高檔你要會賣 這是很多投資朋友 你比較不著重 你只會買 有錢就可以買 問題你不會賣 賣點輕輕處處 這一趟拉回 買點產生你要做買 買點在53塊半 53塊7 到今天已經來到56塊9 全面性先賣再買 你就賺更多 茂林一樣 當時回社買點訊號產生 我們做買 拉高 115塊半我們做獲利 全面性不斷不斷互製這種成功的獲利模式 客家一樣 賣訊產生做賣 回社買點產生做賣 我們就賺這一趟 全面性我想 擋擋你就不斷不斷去做互製就OK 客家賣訊的產生 會買你也要會賣 光耀科 然後賣 這工具訊 全面性都可以很輕鬆來協助各位 畢竟我想我們在前一個波段 當時在10月15號指數是往下 我們在10月15號帶各位 那一趟拉回500多點 我們帶各位去做短空 我們不是說看不好這個行情 我們先請各位要特別留意 你先賣高檔先賣 避開這一趟拉回500多點 那這樣子你這一趟先賺一趟 包括我們在10月16號 我們空包廂上尾頭 一拉回22塊半 原缸一拉回14.2% 賣訊空點清淨出處 我們先賺這一趟 買點產生你在做買性的動作 這包廂在10月23號 我們空這一檔台勝科 空下去之後 這樣他拉回15塊半 全面性根據訊號 你能不能輕輕鬆鬆的一個獲利 台勝科買點產生 先賣再買 其他個股不升美局 藍電先賣一趟拉回24塊錢 買點產生你在做買 買到之後 就長這樣子 你就賺這一趟 要先賣 避開27.3% 其中有三根跌停 再買 買點出來 你再做買進 全面性不斷不斷去做複製 系統 趕快先賣避開14.2% 再買 一路創高一路工漲停 系統店的部分 我想這個全面性美得一都是如此 那畢竟我想我們在今天針對 如果說各位 我們在上個禮拜 幫哥去鎖定 直接贈送各位來做買進代進的這檔 個股市其實這個沖泰 今天已經大漲 盤中大漲9% 去9% 收盤大漲16塊半 漲了7.4% 等於說全面性各位 你只要敢買的人 全面性你買這種起張點 當時已經避開這樣40幾%的拉回 底部又成形 放量起攻 我們帶各位買這種起張點 後續波段的暴利 就會跟各位有相關 那你沖泰你又錯過 我們這兩天直接送給各位的 不然說我們在今天特別幫各位 去鎖定一檔5G 電商相關的一檔個股 回測滿點需要鋼紙產產生 這檔標的 股價現階段不到30塊錢 後續一倍漲 空前一檔個股 請各位想跟緊腳步 一起來大賺的投資產 你都可以直接來電 或者到這個Telegram 直接做一個登記的報名 好那今天我們告一段囉 祝各位明天超順利 我們見 未來獲利 其餘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至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判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